大家好,我是牛鴨糖博物館的奶油姐姐 那為什麼我叫牛鴨糖博物館一定很好奇吧 其實那個鴨啊,其實它有一個擀麵棍 我們師傅在做牛鴨糖的時候,有一個擀麵棍 它在你鴨的時候呢,它其實師傅都會有一個聲音 你就這樣呀,然後就是呢,因為這個呀,這個氣聲 還有因為牛鴨糖,那個擀麵棍有擀麵鴨瓶的意思 所以也稱為牛鴨糖博物館 那現在為什麼大家都講成牛軋、牛渣 其實就是為了方便唸,比較好唸的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都會講成牛軋或是牛渣 否則你講牛鴨、牛軋的時候比較重 所以現在呢,這個就變得通俗的音了 意思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樣由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牛鴨糖的一些歷史文物 那其實啊,它是找在明代有一個書聲叫做喪洛 它就是有一天呢,就是做夢 夢到自己全部就是跪在那個文昌帝君的面前 它就想說跪跪啊,祈求它都可以烤上 因為它已經烤了好幾次都沒有烤上了 那結果跪跪啊,結果突然 什麼文昌帝君就突然出現了三種物品 一盤的花生,還有我們的糖 以及一堆牛,往它身上這邊撲過來 結果它就下行了 那它就會覺得好奇怪,為什麼它夢到文昌帝君呢 然後又把它下行 然後又請人家去解夢 原來啊,文昌帝君就是希望把它這三種物品 把它做成食物 希望它可以吃下去 那結果它就吃下去之後去考試 變連中三元 它會覺得,哇,怎麼那麼神奇 所以它就把這些糖果呢,往後 就是不管在祭拜啊,或是考試的時候 它就是分享給大家 就是拜我們文昌帝君,就使用我們的牛亞糖 那其實它也是功名堂的一種意思 其實我們台灣啊,在民國45年的時候 也一個彭奶奶,她其實也是我們老闆 邱逸勇的媽媽 她稱為邱彭玉和女士 她是在45年到香港引進做牛肝行的技術 回來我們台灣的 那一直不斷的研發 到現在有13到15種的口味 這個就是我們引進者的一個由來 因為 Hind教育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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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